現在香港有一件事很缺乏的,叫做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時常都是用一些迂迴折曲、指鹿為馬 透換概念的方式來說,大家當然不明白 這是政府的責任,不可以說你不明白,很複雜的 那就不說了,是嗎 Hello,大家好 Hello 為什麼我不明白 這麼快會有人留言 今天是2018年3月12日,我是主持John Segman,Pinley 我不可以屈腳 不可以屈腳 膝蓋都頂傷了 腳長,不記得 還是你需要跟Berry吊位嗎 不,我這個位置可以,不如跟你吊吧 容易一點 麥克風不吊也可以,你喜歡吧 現在才來搞 哎,真的,不開始節目不搞這些東西 我不是怪你腳傷 可以掛我腳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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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在... 不好意思,你打到我身上 我打到你? 是嗎? 不好意思 他又要調位 對,又要調位 對,又要調位 OK,那我... 啊... 先說一下,剛剛過去這個星期 大家做了些什麼先啦 做些什麼先啦 我上個星期,其實我托賴 上個星期,即是有事情做得來 就不算很忙 變了其實上個星期,整個星期 我都多了很多時間陪我家 即是陪兒子 可以早點回家陪兒子 即是暗暗去睡 臨睡之前,跟他在床上 點來點去,滾來滾去 真的很過癮 都是一件樂事啦 真的很過癮 寫著想一想的 OK,我今晚... 救救他 對啦,救救他 救救他 誰先 誰先 你別管啦 女人啦,不會是男人 爽死啦 那你們呢? 我啊? 嗯... 去了... 欸! 我去了... 我星期六日去了... 新冬 星期日去了... 九西 九西? 你下街站嗎? 不是 我也是去跟我女兒玩的 哦... 都是去跟我女兒玩的 哦... 其實我... 星期六晚... 星期六... 不是... 星期六我也是去了九西的 夜晚去了九西 嘩... 嘩... 昨天自由約我們沒有去嗎? 我沒有去啊,因為我踢球 哦... 所以我沒有去到 我看到有八十八伙的 馬上去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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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啊... 我又不知道啊 這次這個自由約的宣傳好像很薄樣 不... 我覺得它越搞越小 因為以往的自由約呢 可能兩三年前呢 他依然在西九九 他會搭過相對地比較大的台 大台啊 是啊... 他就不用坐桌子,只是摸押桌子的桌子 桌子在上面,扣着一套鼓子,站在上面就叫了一个桌子 摸押桌子,一落雨就没人了 今年也是啊? 上年有几个帐幕 上年有几个帐幕,上年正正有下雨的人,下着雨猫猫,都是疲惊的 今年依然没有遮掩 但其实自由约是狗在搞的嘛 西狗文化区搞的 不敢看 免费的,你喜欢去就去 免费的? 免费的,我上年就说看到几架美食车在里面 就是门可挪着 生意惨淡 我也有去过的,普普通通的 如果你带女儿去都可以的,摸草地 有没有自由约,都可以在那里摸草地 那你顺便听歌吧 顺便听歌吧,我跟女儿都可以的 不用钱了,OK啦 我这么政治化才行的 没有啦? 有啦,我去了将军澳踢Scooter和女儿 你女儿开始踢滑板 对,我女儿有滑板 按着买一块,然后叫女儿教我 我女儿懂得踢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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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未懂踢踢踢踢踢踢 但你给他一些护踢踢踢踢踢踢踢的 他會戴頭盔 但戶塞的也不會戴 在香港做人戴頭盔 當然啦 什麼都不戴 不過我發現將軍澳的路都很難認 是一樣的 我常常在將軍澳的路都被迷宮 你在商場裡也有指示你容易走 但你到街上走 因為我要去單車公園回慶祝場拿車 那條路明明剛才是這樣走來 但我回到那時候 為何一條路好像不一樣了 那這跟你的老似 因為你認不到 我走了在隔壁街 因為它全部都是一條直路 然後一個回旋處回到後 一條直路一個回旋處回到後 其實你看整個將軍澳區的規劃 其實真的很差 因為有太過黑板 你看下去就是一個回旋處 一個回旋處 一個回旋處 基本上你去到所有地方 你看清楚路牌就行了 好像很工整 但其實很悶 你變了那幾個區 第2集一出就是商場 然後處署 對 一出商場 張軍澳 寶林 坑口那些 一模一樣 即是你乘地鐵 如果不是經常乘搭去 你都會經常乘錯 還有你一看出去 那條街一模 即是 包括那些草叢的分布 是啊 是啊 一樣 馬路的設計 一模一樣 又是圍著一排豪宅 裡面有大商場 地下街那裡又沒什麼行 是啊 我去張軍澳 我才發現 我家樓下沒有商場 遠離地鐵站 少許時間 都是一件好事 是 因為如果你一下去樓下商場 哇很多人 真的 是 即是那些 你打給我 幫忙拿稅 哈哈哈哈 我人生很精彩 我昨天全天都在家 跟兒子玩 玩 其實昨天就是一件大事發生 大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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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三區 加一個功能組別議席的一個保選 是 新冬 舊西 港島 還有一個 規劃 圓景 肯定 哈哈哈哈 建測界 測量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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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鉤彈 都是那些 即是這些功能組別 我又覺得這些 都要量身訂造 你說 其實就是說那件事 好了 這麼多年了 即是這個功能組別 都十幾年了 20年了 20年了 存在了在香港 不是功能組別很久了 那你有沒有 很久了 很久了 那次間選那些已經是 我當那些之後 即是回歸 收回 收回之後 起碼你作為市民 可以登記做他的選民 那麼多年來 你能說出有哪一個界別 有哪一個界別 你會覺得 我知道 那個界別真的做了一件事 我是記得的 有沒有 我 說不出了 陳健波 那些 強行舉手 算不算 甚麼叫強行舉手 即是 那些人沒有回歸 又不是按鐘 舉手表決 那些 那些不算 那些不算 金融界 因為他不是為了他的界別去做的 哦 我是說為了他的界別去做的 一樣是大家會記得的 你想一下 我想一下 我自己想一下 我自己想 你沒有 你沒有 我現在沒有 我之前也有 你所屬的界別 才可能會知道 他是在做甚麼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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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界別 你知不知道 你這個界別 應該是馬逢國 馬逢國 就是 就是甚麼都沒有做過 他做過甚麼 你呢 我是 應該是勞工界 應該是吧 我勞工界 你連勞工界是哪個 勞工界有多少個 勞工界是哪個 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我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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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是新東 你是甚麼界 我現在沒有界 你現在沒有界 之前不差 之前你的界不是跟我一樣嗎 是 跟你一樣 這樣 那我們先從簡單 要不說到結果 我先從一個簡單的結果去 這次鄭從泰說話 從結果開始說起 哈哈哈哈 那是正式的 我們先從新東 甚麼呀 當然先說這個 就是先說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 只有兩個 借偉傳和司馬民 最後是借偉傳當選 得票是2929 司馬民是2300多 那就贏了幾百票 600 600票 都比任亮獻 600票 представede 你說 ерб 그러면 這個 但我喜歡 買少壹個任亮獻 任亮獻 3千多票 因為莫克他 哦 差一點點 斯馬民 差一點點 不過我很多 王勝之呢 王勝之千多票 那是多個王勝之吧 再說其他 你说司马民去出选 其实我觉得... 我先讲第一个案子 你这样数下去有很多样子 是啊 今天主要是说他们有几案子 第一个奇怪的是 如果你说姚重严 你要再去选择 其实为什么不选择这个 嗯...我不知道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 我觉得会不会是怕DQ那样东西 神经病你怕DQ 你去哪里他都会DQ 他在这张名单里被DQ 我只是猜猜而已 还是被DQ了不可以选择 他没说的 我真的不知道 他又不是自己辞职之后 有没有留言 心凉了 心凉了? 今天有点热 分裂泛民 你啊 Mel 你这样已经没有资格做黄尸 是吗? Exactly 那当然你有没有资格做黄尸 你高不高气 那就是另一件事 因为... 这个就是我觉得奇怪的 第二就是... 比如你司马民去选 我又... 好像司马民都像是这一科 是啊...我记忆还是 那他一定是这一科才可以选 不是的 以他们的逻辑不一定 神经病 就是什么渔农界 难道真的是渔夫才可以选 是啊 何俊賢一定不是渔夫 还有你... 你... 我就是想不明白那件事 你想回头 虽然你说功能界别 功能组别的选举 我们眼尾都不想忍 但是你有个很奇怪 那为什么渔松言你不选回 去这个... 界别 你要换司马民去选 不就糟糕了 嗯 我马后炮这么说 如果渔松言选回这个功能组别 可能赢了啦 很大机会 嗯 好 讲完 好 讲完 哈哈哈 你不理我了 蛤? 你不理我了 是啊 是啊 那再说个... 我和李卓人是同一个... 同一个口径啊 你这些没用的 行了 别吵了 我们先讲赢的那些 讲到区 讲到区 欧乐圈 137,181票 就赢了第二位的陈交配 又接近1万票 是 赢了 9千多啊 9千多啊 接近1万票 另外值得看 留意的就是 任亮圈只有3千多 3580 5的欺得2千2 但是你真是脆脏 如果我是... 我作为港岛区的选民 我我是港岛区的选民 是 这四个候选人里面 我真的见过任亮圈 在街... 在拉票 即是真人 真人 街站 我见过罗冠聪反而 哦 是吗 是啊 但是见不到 港岛区 不是 星期六都去了港岛区 哦 是吗 我见到... 哦 我见到你那个... 你讲那个... 法轮功的那个谈话 哦 即是那个牌子 哇 吓死我啊 我突然把陀螺湾变成一个灵 不是啦 那里真的有焚香 是啊 真的有焚香 有个香炉在那里 是啊 我就是那个转角位 见到罗冠聪 哦 罗冠聪 ok 因为我之前... 我都... 誓言要诅咒这个欧乐圈落選 嗯 结果... 唉... 都... 你又不要... 你又不要伤心得这么早 为什么呢 都被陈埃落定 是啊 因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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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呢 有市民就入品了 是 哦 直接入了了 政府发了一个声明了 是 自决一定不会是拥护基本法的 所以呢 这是政府法的声明来的 嗯 那如果入品呢 很大的程度 很大的机会呢 那欧乐圈都是... 被人踢走的 呃... 但是我想知道 刚刚的两会里面 呃... 港人治港高度治治这一句 是不是真的删除了 他没有讲而已 没有提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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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有港人治港这件事 那我又看不到自决这两个字 有什么问题 其实... 不 其实是没问题的 我也不知道这场官司可以怎么办 其实是没问题的 但是... 他已经识了法了嘛 就是有问题的 嗯 就是港人治港本身有问题 所以他应该删除 不讲啦 不讲就当没了 那可能你的嘴就会成庸的 是不是啊 就是... 要...要...要...要你... 跌得痛 就给他希望你 对啦 就是给他希望你 那你拥有了才再拉你下来 啊... 这样啊... 因为我看过那部电影 是韩国电影 那部电影叫做什么 人权监狱 嗯 那些应该是难片 人权监狱应该是难片 应该是难片 就是... 我看那些... 有很多视频 什么亚谷莫 类似的那些 因为很多人都在做这些事情 说那一部电影叫做人权监狱 话说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变态杀人狂就杀死了一个女人 尖尺就把她弃施方野 结果被她抓了 那个法官就说 以一般的情况之后 你这些是绝对应该要叛盼守死刑的 但是 基于你的背景 因为她说这个变态杀人狂 从小到大都是被人虐待 被人虐打 总之她的前半生是两个字不幸 基于她这个背景的关系 结果判她进入人权监狱 这个人权监狱 进入后她就觉得很疏干 很舒适的一间屋 有机打、有电视看、有歌厅 有健身室 甚至乎监狱安排一个女生给她 和你尝试和她相处 如果你觉得她不对 她不适合你 你可以出声 我可以安排和你换 因为她说 因为所有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个人权监狱的第一个宗旨 就是以你的人权为优先考虑 你是有权谈恋爱的 就算你在监狱也 是这样的 结果她又跟那个女生结婚 生了个儿子 但是那个女生生的时候 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然后她抱着她儿子在那里哭 然后哭到一半 她儿子又好像发烧 然后那个镜头一拍 原来这个所谓的人权监狱的意思就是 那个法官 就坐着第一 初初那个女死者的家属 坐在那里面 然后问她 问那些家属 你觉得这个惩罚对她来说够了吗 然后那个死者家属 不够 好 然后命令 那个BB 直接死了 死了 然后她说 然后她说原来 当初给她那个女生 和那个BB 一条机械人来的 你老母 哈哈 哈哈 很离谱 机械人来的 因为她觉得 对付这些犯人 就是 你 你没有东西可以失去 因为 你这一生人 你的前半生这么坎坷 你没有东西可以失去 我判你死刑 简直对你来说 是一点伤害 一点惩罚性都没有 所以她就弄了一个监狱 她给你最好的东西 给你最大的希望 然后再一次过拿走她 嗯 这个就是这套人权监狱说的东西 提材挺好的 但有点傻疚 不是 提材是很好的 是 但她表达最多 是啊 你也没有人玩机械人 是啊 机械人真的弥补一点 我觉得 但是她不机械人 她说不通 那个BB那里 因为她 你想象到画面 因为她那时候说 她抱着个BB 你BB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是不是发烧 然后她不断 拍门 找个玉珠 因为那个玉珠之前 对她好好的嘛 随传随到有什么要求 就立刻帮你搞那些 不断说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 然后她就直接 拿头去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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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她就是想她拿去这一下 然后那个BB死了 她唯一的希望 突然间 断了 啊 这样 那说回欧乐軒 哈哈 那说回欧乐軒 那她就 啊 这些都不说了 我们先说完结果 好了 接着就到哪里 新界东 新界东 当选的就是范国威 范国威 对了 卓浩范国威 这些时报真的很认真 她拍这张照片 真是 她的样子真是 嘻嘻嘻嘻 这张照片没问题 她的样子判断她 她的样子判断她 还可以的 她是死人的眼睛 有那么绿绿 就像何君堯的眼睛 是啊 一样样的眼睛 眼睛就差不多 像个真智慧 真智慧 高一点的真智慧 她得票是183,762票 邓家飘第二 152,904票 其余呢 都要说说哪吒 方国山有64,904票 咦 哪吒戒死了邓家飘 反正了 我望着方国山 我就想起当日的梁天琦 哈哈哈 摄近了 票数 另外黄膳之有6,000多 赵沛玉 上帝叫她去选那个 赵沛玉是3,068 你知道吗 因为我在家里 有陈玉我 是陈玉我 1054 多票了 比起上次 比起上次多了 你想想想想 其实方国山也真是鬼 上次如果不是她得了 多少票 你说哪一家 保选 保选 就是周浩鼎 周浩鼎那个 即是戒建制派票 如果不是那3万多 周浩鼎就贏了 戒建制派的鬼 是啊 所以我刚才吃饭 那次我跟Samma分析了 因为我们今早 我们也有讨论这个问题 和几个朋友 方国山 揭移不捨 连选了5次都输 不是 Billy又说她是合事 是啊 是王思的合事 是啊 每次都来戒建制派票 等等 M王什么 好变态是什么意思 他说人权监狱 人权监狱 好变态 我以为你说凌辱基高变态 但是我这样说 人权监狱 男主角 那个变态杀人狂 我这样看片段 他演得好 他真的演得很好 由当初一个变态 到监狱 到监狱 慢慢感受到监狱的可解 对了 演绎的变化 我这样看片段 我觉得他演得很好 OK 我们继续 新界东 新界东 刚刚说完得票结果 再说到最后一个九龙西 因为他是最似一个出到结果的一个 事关姚重严 他就要求再复合结果 复合结果 复合结果 所以就变成最迟出的 好像今早才有结果 凌晨 得票 找不到 就是郑泳迅 赢了107478 赢了姚重严 105058 赢了2千多票 赢了1千5百多 2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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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千4百多 2千4百多票 其实加上蔡东周的2千7百多 蔡东周 不知道什么 因为我看他 关键的蔡东周 昨天他们无线新闻 就有访问他们几个候选人 访问他们拉票的情况 刚刚刚说的那个痴线婆 就是上帝要参加 上帝有两个配玉 你知不知道他连同两个fan 他做什么呢 他在立法会门口那里唱《胜诗》 哦 但他是在选择新东 哈哈哈哈 他走到立法会门口那里唱《胜诗》 他不是去错地方了 就是以为在那里点票 他还唱得很开心 他就 像眼前 那这个蔡东周呢 他就选择什么呢 他就选择像我们那样 做一个盡责的爸爸 早上陪儿子吃早餐 很轻松 下午拍着他和儿子在哪里画画 最劲的是你也知道 因为新闻有说 新闻不说我都知道 这个媒体值得表扬 是啊 連他都能追踪到 那是他的职责 每个人都要 我又说蔡东周的资料 原来曾经加入了民建联 他发现了民建联 这些就是傻子 你想想 你民建联说 只是和权贵喝红酒 你要做实事 你起码都要做这些 是啊 没面工夫 你哪里有资源做实事 你想想 整个民建联 如果你真的要说民建联 做的最大的实事 就是什么 就好像刚刚 又是今早和朋友讨论 什么方角山 做多些地区工作 蔡东周家里开车仔面 那很好吃 哈哈哈 他说 做好些 寄予方角山做好些 地区工作 那我就问他 这年头 有什么地区工作好做 有的 什么红绿灯 延长两秒 那些 你这个年头再做这些 那些人会理你 谭香文就是在做 谭香文就是在做 你这个之后才说 是啊 等一下 差点免得写谭香文 是这样 那你以为说谭耀宗啊 写坏吧 那郑永迅赢了 那我们就说这一区 因为今天 全日的讨论都是说这一区 邀聪彦为什么输 哦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有家人住九龙城 九龙城也是九龙西 嗯 嗯 就是我整天都下去了 是 但是呢 我是去到 星期六 是 先见到有 啊 姚崇岩的banner 还要是呢 那个banner 是一块 白布 然后拿些 recycle 它是没有recycle的 就是它又不是随子见的那个banner 就是一块布 一块白色的布 是的 然后拿着marker写 写完 然后画了姚崇岩的样子 然后写着姚崇岩 我一看 之后 我一看 之后我就心知不明 一定是朱海迪啦 哈哈哈哈 那就糟了 是 根本就是看不到 对 小字写着朱海迪提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之后 晚上去大角咀 吃饭 大角咀也是九龙 是啊 之后我临吃完饭 走走 好了 我看到朱海迪踩单车 哈哈哈哈 宣传 然后 我星期六 我都在大角咀出没 我是 都不见姚崇岩的banner 雖然我 鄭炳迅我都不见的 姚崇岩的banner 我也不见到 接着之后 荆角看到 有没有叫他 我有个朋友 是朱海迪的fans 他有叫他 接着我 接着我 在走着 乘搭车的时候 我都跟他说 其实这样拉票 在这里拉票 不是很好 其实 即是他踩着单车拉票 是啊 我还记得 我当时 我在新西 看到 朱海迪的团队拉票 他真的是一队单车队 在路上踩 我说你知道 朱海迪赢 朱海迪赢 不是去单车队 是他拍了一条片 什么 有一条片拍得很漂亮 很漂亮 文青标 文青标的宣传片 真的很漂亮 除了这条片之外 还爆了被人斩 这样才赢 那百万多票 有七万票都是文青 一定是 郑重泰 郑重泰 郑重泰怎么赢 就是去骂何君尧才会赢 朱海迪赢 他不是拉票 拉得特别聪明 是刚好时机 我在这里看 你踩单车 大角嘴 平民区 炎条路不够阻摘 是啊 你离地了 你说你在什么天水围 或者你在屯明区 可能有单车 可以选择的地方 还可以 正路少少 你离地了 然后你的baner 喂 大哥 你的baner 就是 又是那些 深水堡 大角嘴 那些地方 全部都是窮的 你跟我说环保 你吃屎啦 我饭都没得吃 你跟我说环保 你这些不是 你打动不了人 你还要有一个baner 被人拍到是徐子健 你究竟也不知道是徐子健 还是你姚崇严 最初你把照片给我看出的baner 我也不知道是姚崇严的baner 是啊 你先看下桌子才看到姚崇严一号 是啊 你只看到 随子看到 因为这些布 用一块布做街的baner 真的很不够 譬如你把照片送出来的 太阳一晒 那些栏杆的影子一动一动 你看不到 是 还有 你不要想着姚崇严 真的很有知名度 多个都知道 黄毓民都未必知道 黄毓民都输了 黄毓民都输了 我拿黄毓民给他比 新闻报道就是说投票率低 但是 就开始我看到Facebook人在那里说 喂 你们这班人 那些招讨射到海那些 是不是真的要郑永迅赢你们才高兴啊 是不是真的要范国威输你们才高兴啊 是不是郑永迅赢呢 我就没什么意见的 他赢不赢 是不是范国威输呢 是的 我真的很想发个位置 我真的很想发个位置 因为 我们先说回姚崇严这一笔 因为这件事是好笑的 譬如像这个人 其实也挺好笑的 撇开五毛 那些叫人射到海的 那的理据只要是说 泛民以往怎样欺负 表道派之类的新兴派别 但本土派的代表任何梁天琦等 可没有叫人射到海的 自权派的罗冠聪等也没有 他们甚至走出来叫人投民主派 究竟是谁散播的 idea 要射到海 大家不妨想想 我告诉你 因为 你跟着看下面的comment 你就知道他的指桑骂槐是谁 黄毓文 这个我记得之前我找不回讨论 有人cap了这段东西出来 然后他就在上面自己留了个comment 控制得到 就不是叫本土派了 哈哈哈哈 因为我最想说的 而是 你经过了 起码今天整个早上 你看到很多的评论 大家都是指向一件事 老实点 大家 不要在这装扮作 这些 刚刚我刚才说的 其实都是扮作 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黄毓文 你就是想赖黄毓文 你就是想赖黄毓文 叫人赵土 叫人射下去 都没有忌论他 为什么黄毓文也退出政策 就是一文不散 大律师 比较温文远转 他是不是大律师 我不知道 那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我就是在一群群群里处出 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 教主黄毓文 用焦土政策 灵头建制 不投泛文 他好像没有说过灵头建制 没有说过 我等一下再说一下他说的什么 这次更派遣叶普成打手 去街站助选 可谓教竹功课 成功奪取西九一席 为他丰足残年的政治生命 注入生动力 想2016年叶普成用一千万全选五区 刘慧正一次意外赢教主四百票 结果连台也不敢上 可见教主的江湖地位 现在一直重回建制清淨淑嘴 有一级教主机会翻身 维稳费重开足以 延至下次选举 香港政坛之始不是刘江华 不是刘千石 而是黄毓文 千古罪人的民主叛徒 非黄毓文莫属 首先 我就这么说 因为现在坊间 今天全日 对黄毓文的指控 他们主要是说一件事 就是 姚重严的书是因为黄毓文 真的不知为什么 但是 因为我想说 我就是特意听黄毓文的节目 原来黄毓文 是的 他有叫你 你妈妈射下海都不认你了 但是他说的那条狠狠是谁 范国威 他从头到尾都在说范国威 欧乐卿他都不认你了 他没有叫人投建制 他没有叫人投建制 即是射下海 射下海 他就是说射下海 但是黄毓文 他有这么说过 他是有叫人射下海都不认你 我还记得当天黄毓文输了 嗯 我心情都很沉重 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之后我有一个前辈 他曾经问过我的问题 那黄毓文为什么输呢 我想听听你说的 他问回我回头 为什么输呢 人家不认我 我够知道 我够知道 结果我都回答他 我够知道 不够人家票多便输 他跟邓家彪说法一样 因为原来出来的结果就是 你看 姚崇严都输啊 一对一只抽 我现在说 黄毓文比例代表就是 票不够人多 没得好说 但现在不是 泛民建制只抽 你姚崇严都输 这是什么原因 我问回你 原来我看回报导 郑永迅 原来是第一次 即是在建制里面第一次赢 即是第一次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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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在说 之前我们也有说过 三席 赢 你以为你真的赢得了吗 你输一两席 说真的有多年期 未来还可能有两次 他们依然是沉醉在以往的说法 说六四黄金比 虽然是六四黄金比 已经没了很久了 以往可能去到一六年 那个换届选举的投票比例 其实都是55对45%之比 我觉得如果一对一只抽一只的话 都很稳定 所以你见姚崇严这些 选举工程组得这么够留 即是他真的打算做定的 是 和黄毓民那时候 都是打算做定的 还有上次 有个前辈问我 喂 黄毓民为什么输 我想听你的 其实我心里面很想说的 是什么 九龙西的人先瘋 九龙西的人 狗狗狗 我心里面 其实我很想说 这个我不敢 但我不敢 直至今次姚崇严都输了 不是 其实不是 你的说法是错的 不是 是九龙西的 哈哈 我先集中说九龙西 因为明显很多 因为我今天听到神区 昨天他做了一个 有关于这个 保选的一个节目 他有个拍档 他说他觉得范国威有点危 然后他回应说 你真的太天真了 他说他对香港市民很有信心 是 是 他说这个文字方面 哈哈 是的 朱熹方面 是 他说香港人的 含狼的功力很深厚 是 无论如何也好 都含到爆为止 哈哈哈 含到爆 是的 所以 你一天没射 所以你看到 要重验 为什麽输了 我真的不知道 是 如果范国威也好 或者可能欧乐軒 为什麽去赢 我觉得都是 我以后才说 主要是因为含狼的关系 是 因为事实 你现在就是告诉我 我现在可以很大声地说 九龙西 连黄毓文比例再表制都输 你姚重验收皮了 你赢得到吗 最稳住可以敌做军事 还有 因为 会不会这个才是重点 我觉得是的 其实有的 我觉得是的 你差个二千多票 那二千多票就看不到那张名字 是的 就是看不到那张名字 因为还要是 譬如 我当你姚重验 你要来搞西算 你所辞的那件事是什麽 可能是 刘小丽 我不知道会不会和他有关 但是 喂 都输了 都输了 刘小丽 都输了 刘小丽 都输了 刘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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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球你不是在序备的地方 我觉得你的前辈问你王毓民输 其实都是想落下你面子的 那当然啦 但他又没想过你回答得这么瀟灑 这个狗之牙 因为其实我想说 你某程度上 你王毓民一次经验 加上今次姚重研第二次的经验 其实我想说 大家接受的一件事就是 香港地 变了天的了 你以为还好似以前呢 真的不再是 你想想 一年 我刚才略读过一个数字 一年有54,750人申请来香港 单程证申请来香港 我还没计算他一拖二 一年 就54,000 距离上次选举的年纪 当然我不是只说一区 五区 五区也是 但是在这些数字里面 我相信 申请来香港 会住港岛区的 比例应该会少一点 嗯 港岛区没什么 六区新起 嗯 嗯 主要都是 九西是几个屋邨新起 嗯 嗯 啟程 那些 有几个村也新起 新界更多 嗯 那在这一年54,000 一年54,000 里面 年半的加乏 七万八万 八万 这八万人里面 他们的投票意向是怎样呢 你们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有没有就这八万票 新加入的这八万票 去做事呢 嗯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多理性 我觉得除了这些新愚民的票之外 其实他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他觉得我们都会去支持他 没错了 这个也是黄毓民主要 丢了范国威的一个点 嗯 但是 其实你不论我们说什么 范国威就是赢 嗯 原来我们不能投他 我当真是 我们不能投他 他都够赢 原来 就是我上次说的那些是错的 就是我上次说 喂 如果你真的忽略了我们的票 嗯 你真的选择就没有 他们依然是抱着一个观念 就是 大家共同的敌人是只有一个 就是共产党 就是我们那次 就是我们踢完球 建制派就是哪个共产党 就是各种人 就是我们踢完球 我们也有个队友 跟你说 就是 他说到驱逊 他说到驱逊 就是说 他直接连欧乐轻是谁都不知道 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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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那个已经细去了很久的 黄英文现在还可以抽的 黄英文有参加初选 本身是PanB来的 因为云海又说了一些很客观 其实他刚才跟我说的票员分布 云海说的差不多 但是根据云海的了解 其实他说云海真的有帮忙 有见过谭国桥的 我之前在深水埗有见过谭国桥的 sorry 他是这样说的 文协的义工是义无反顾的 他是这样形容的 但是文协的那班市民不是这样想的 是啊 我也觉得是 对的 那我又觉得不是 是啊 因为 你先听我说 文协支持文协那班人不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又奇怪了 那为什么欧罗欣会有一赢呢 就是众志的人他不懂得这样想的 支持众志的人觉得 我支持欧罗欣没所谓 但是港岛区也不同 逐区出区港岛区也不同 是啊 港岛区的心态一定是黄尸心态 你看到金钟这样搞的你就知道 主要去金钟的人都是港岛区的人 是啊 你是义数的 你港岛区的人去黄尔 我搬到屯门了 好处的 不是啊 我说文协的选民 就证明他们很讲理念 嗯 都是的 但是支持文协的人会有多理念啊 只是纯粹这样解释而已 他支持基哥 是啊 你记不记得初选的时候搞得很麻烦 救民生啊 那时候吵架基哥嘛 是啊 整班吵架基哥比我是文协的支持者 你吵架基哥比我都不投理 是啊 喂 你口头跟我说团结 一会背后插基哥 现在要票了 就叫我文协帮忙 投来一票 基哥出了一个status 就说你不要找东西败你败我 你都不败你败我 下面很多人说 基哥我这次支持你啊 基哥回了一个 哎 支持我不要了 批评少两句 不要搞个人崇拜 是啊 他们说我们都是逢检机啊 哈哈哈哈 哎呀很可憐啊 真的很可憐 不要紧啊基哥 基哥我们支持你啊 还有机会啊 还有机会啊 还有保损的 还有刘小禮的位置啊 一定输得了 Mbong都说他是港岛区 对啊 是港岛区 对啊 你有没有投票先 是啊 不要说那么多 你有没有投票先 我就没有了 是啊 你已经失去做黄丝的资格 因为我就是看到你的投票率这么低 他说的投票率 因为我还在考虑出不出门口 其实保损投票率都是正常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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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你想一下 当初呢 那时候不是社民联五区公投的啊 那时候就是想着一个正邪对决的嘛 其实现在就是一个正邪对决咯 是 当一打一的时候你都输 其实你真的要好好反省一下 你不要继续骂基哥骂黄毓民啊 其实现在的码头只要是向着我们这些人的 就是骂我们 就是我们两个 就是正视他这个问题 其实选民的结构已经不同了 是啊 你见啟程村的投票比例呢 你见郑永迅在那里取得很多票 嗯 就是两条新的村 相信是比较多新移民入住的一条村 嗯 所以其实你见新移民下来的票 其实是流向建制派比较多的 喂 他们做新移民的工作做很多的嘛 所以地区工作不是说你去到选举之前才做的嘛 别人一直都做的 每天都做 嗯 你就临选举之前一个月才做 是啊 是啊 我也有时候觉得可能地区工作 这样 蛇齿饼总 其实都是某程度上的一个地区工作 是啊 其实我们都说过了 蛇齿饼总不是问题的 是啊 你不要临急抱佛脚 临选举之前才做 其实你真的要继续做的嘛 当然啦 喂 王毓民为什么他这么激进 即是他的理念这么激进 他在九世都可以做到两届 因为他做了很多地区工作嘛 是 就是我们有听节目的都知道 是 他每个月都有跟长者开沙会 开沙会啊 那些东西 可能很多黄丝都不知道的 因为没有 就是没有招招 就是招招 但是你想想 其实别人做了很多工作 真的 不会跟你说的 是 做实事不会到处跟他 不会到处说 都可以打卡 但是他的选票就反映了这件事情 其实呢 我看到 我也看到有些 没有投票 没有 你已经失去做黄丝的资格 恭喜你 我们这个节目里面留言的 都很多已经失去做黄丝的资格 恭喜大家 啊 这样 所以大家才適合到频道 是 那好吧 因为其实我只是 我喜欢这个 这个 这个身份 失去黄丝的资格 因为 因为我看到 我看到 就是 好像昨天会不断去催你 喂 记得投票啦 最后机会啊 快点啦 投票啦 林冀才是半个小时出一次闻 半个小时出一次闻 半个小时出一次闻 我觉得很好笑的 那些黄丝 一直叫你去投票 他坐定一粒 去得投票的 一定是投给他所属的候选人 因为 他叫我投票 我不可以投我 邓家都这样 有人又看我这里 又是没得做黄丝 你 因为 因为 因为这样说 他们的心态 是会 某程度 我分析黄丝 那些很理性的心态 就是 他们会觉得 喂 只要投票率高 只要投票率高 第一就是 他们会觉得 投票率高对他们有利 六四比嘛 这个都可以 现在已经五波了 但是他们还是这样想的嘛 是是是 还有 投票率越高 如果我当 100%投票率 但他们都输 那他们就心服口服嘛 都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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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会的 都说我们这些人搞事了 是不是都骂我们 是不是都骂我们之余 因为建制派是打麻波 掌心磊 关于这件事 有个报道 苹果有个报道 他是这样说的 他就说 中心姑娘叫我投4号 88婆婆说 叫我投 迷投 这样 他这张 这个是苹果日报的报道 他就 不是 是苹果日报 是 苹果日报 是 苹果日报 他就趁了一张邓家彪的照片 4号 他就访问了个阿婆 88岁的婆婆 因为中心姑娘叫她投4号 他叫我投迷投 接着我就不得不冷静点 去想想想想 尤其是这个 你看这张图 是有一个人 寄了一个 comment 说 今早就见家父很尽心尽力 打给朋友 叫她投票 我相信他所说的家父也应该是一些建制派的人 不是啊 他这种说法应该是... 我不知道啊 我没有理解过这个朋友 两个理解都可以 两个理解都可以针对这件事来说 其实这段新闻可以放不同候选人的名字 而且妻子的身份可能变成另一个年轻人都可以 没问题啊 另外一个黄丝都可以 没问题啊 我就是想说这件事 《苹果日报》的这个报道配了邓家彪的样子在4号 因为他问到这个妻子的妻子 我可以告诉你 姑娘叫我投4号 我就投了 但是当你倒转 你想一下 喂 有多少人走出去投票的时候 他跟你说 投犯个威啊 肥佬叫我投犯个威啊 或者他可能上网看到David Teng叫我投犯个威啊 有个人上网看到 韩恬生叫我投犯个威啊 连韩恬生也叫我投犯个威啊 韩恬生之前多认真犯个威啊 连韩恬生也叫我之前投犯个威啊 那我就投犯个威啊 其实我想说 你们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觉得当David Teng或者弗佬尼叫你投犯个威啊 你就跑去投的人是比邓家彪叫你投 叫阿婆去投邓家彪 阿婆不懂字的嘛 他不懂分析的嘛 阿婆 难听点说 知识水平比较低一些 但是你可能看了苹果日报 你看了David Teng的帖子 你应该会有些独立思考 而且懂得消化能力的人 这个时候他就会跟你说 我不投犯个威 难道我投邓家彪吗 你可以的 你喜欢投谁 我是泛民支持者嘛 我不投犯个威 我投谁 当你问他为什么投犯个威的话 他可能会回答你 费佬礼 你问他理念吗 难道他说得出 他不会一样说不出 你问阿婆这个工联会的理念是什么 他不会一样说不出 你这样说 你之前的15句前说 那些看苹果日报有独立分析 识字 其实也不是的 跟那个阿婆一样 或者比那个阿婆差弱 因为今次他比那个识字 你应该收回头15句赞他 一样是没分别的 你是识字 阿婆不识字 对了 连你们识字的这班人 都是别人叫你投犯个威 你就被拒绝投犯个威 那在于这个阿婆来说 他拒绝投邓家彪有什么分别呢 对的 可能也是的 例如在网上呼吁叫你去投票的朋友 你又不要坐定领路 你一定会投给泛民才行的 也是的 其实我认为投票是一个准则 就是你要认同那个候选人的理念 认同候选人的政纲 你就去投他一票 就是为了民主选举 你说这件事很正常 但就令我们觉得很无奈 是啊 如果你这次的选择 那些候选人是没有你的心水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不投了 选择投费票或者投罢票也可以的 并不是说我退而求其次 选择过好像没那么低的 这个就不是一个民主选择 他应该要有一个摩托思维的 是的 其实是 我认为真的 你讲完姚重燕了吗 不是 我们周围讲 可能那些黄狮本身就很憎恨本土派 很憎恨梁天琦那些 但范国威说希望梁天琦的支持者认同他 那你黄狮你为什么要投范国威呢 是啊 不是 他想赢的嘛 你想赢 但你不应该背弃你自己的选民 没错 这个值得是其中一个 看完今次的选择 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东西 我们这种人 和他们会今次选择在今次选择投票的人 是永远 我相信起码未来这十年 是不会 全部都没有投票的 是 只会是不断是九五答八的 真的永远都答不到罪的 你永远不会得出一个结论的 因为我想说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香港是有三批人 从此 建制啦 你们泛民建制 你泛民就每天就每次 好像预着这些保存的时候 他就会走来跟我们这些人说 你当我们火星人吧 就会走来跟我们这些火星人说 喂 你不投我 就是应该建制而已 那好了 然后当正正式式了 一个换届选举了 那时候就说一票不投火星人 那好吧 然后 因为除了泛民建制 因为泛民里面也有分 诸理不论 诸 黄丝呢 你简单一点说 不要说泛民啦 黄丝啦 黄丝 没得到小分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还没得到小分 因为黄丝那些人 他们就是习惯的 你叫我投建制 你叫我投泛民 我就投泛民啦 一票不投火星人 就不投火星人啦 那建制更加不许他啦 是不是 他们永远很简单 那中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你看不到的嘛 好了 在于我们这批火星人来说 喂 喂 我不能投你 我不投建制 其实你不要说 我不投建制 因为什么原因 其实我要讲很多原因出来的 是啊 我就不像你们的 我就不像你们这些黄丝 你只是跟他们说 不投我就直接一个建制 不投我就直接一个建制 那你跟建制逼一个老婆投勾 其实没有分别的嘛 其实你看到泛民有这么多党啊 你看到上届雷动计划 都可以整合在一起 你就知道其实黄丝里面没有理念啦 因为你又要体谅那个老婆 你也要体谅那个老人院嘛 那老人院有没有跟他们说 你不投建制的话 我会继续的嘛 那我投建制吧 很难解释 如果他要老典过老婆 他是不是感觉很简单 跟范格威老典你投勾他一样而已 其实 我看不出有什么分别的 没有分别的 即是说 我不说黄丝有没有理念 黄丝有的 有他们的理念的 我要真普选啦 对啦 还要说这句 我忘记了这句话 总之有投泛民 不投泛民就等于抑了建制 这个是他们的理念 不投泛民就是鬼 对啦 不投泛民就是鬼 这个就是他们的理念 建制那些就不说了 那我们的火星人 我们的理念就说 总之我不妥妥你 我就不投 对啦 其实这个就是投票的 最基本的一样东西 选票就是应该这样 最基本的原则和逻辑 如果整个名单都没有人合我心 所以不投 就是这么简单 讲完了 住得远的 不想搭车的 可以完了这集 讲完了就已经 所以我又觉得这样 黄阳达就可以 可能 风凉话 我相信在现阶段来说 说风凉话 没有人可以救他大声的 有 他老婆 糟了 我找回他那句风凉话 是什么 我忘记了了 我发觉真的 留言的全部都没有投泛 这个 对啊 对啊 也都 就是不留言那些有投泛 哦 黄尹 留言那些 你们全部都失去做黄尸的资格 正式灌这个新闻给你们 黄阳达就郑永远资赢出 他就这么说了 他说输了不要吵票 他就说你姚重严这些就输再不入屋了 就是跟当初他们吵架我们叶宝城那时候 输了一样的 你们不入屋嘛 永族基本法 姚重严有吵票吗 但他身边的人吵票嘛 他在吵冯尘基 他在吵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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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赞成DQ 他们是可以这么说的 等于不投法民 等于支持建制 他跟王国卿的说法一样 没错 王国卿也是这么说 所以他现在正式 我们已经看到了 他真的入品了法院 想就欧乐軒 曾经焚烧基本法 和港国自决 提出这个司法复权 还有原来这个 城邦不见圣归来 其中间是欧乐軒 他叫城邦天使 城邦天使 他叫城邦天使 叫你说王阳达 他老婆也有 睡了没看 姚松炎是不是输了 不要紧 下次选过 还有两个位保选 李卓人也是这么说 对 李卓人也是这么说 很正能量 但是 我们就着这个保选 我们就是一个结论 赢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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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王 街大欢喜 听歌先 請以熱烈的掌聲歡迎這首歌 一注世來 牛子氣七一朝來 城邦派正氣開來 道法駐天又任謝邊改 世山滅黃從全為內 即使戰鬥已盤來 我塵魂與天地容在 我們是要支持大宗華的 剛剛那首都是反鳳的 回來第二節 剛剛聽的那首歌就是 城邦會戰勝歸來 阿羅啊 我認我投了 因為我不想再聽到陳嘉佩的弱智仔說話 就像妹妹 她的樣子也有點像男人 那不要緊 你還能保留黃絲的資格 那些是個人的選擇 這是選票在你手上的 因為其實 講到最後 其實你問我的心底 其實我真的覺得 投不投真的有所謂 你想想 好像你騙你這樣的說法 你投了歐內軒 你投了歐內軒 那我當你歐內軒 可能投了馬曹 不是 他沒有說 他說不想 我當你是 OK 我不說R 我說投了歐內軒 現在他贏了 就算他 我當歐內軒今天開始 很勤力 很勤力 開足會 投足票 即是跟足議事程序 提修訂案 提議案 好了 我當他做足了 我當他做足了 問題是他的朋友不會 你看過去這一年 你看過去這一年 你只有歐內軒一個勤力 有春傭嗎 最多是陳志全 我當是 你看公民黨這樣 不投票的就不投票 不出席的又不能出席 要出席的地方又不能出席 去滑水 你還好壞不壞 就像民主黨那些 陪家產 在背後放你一槍 那些 炸炸帝帝 又投了一個贊成票 氣權 氣權 那些什麼 厲害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真的要說 你當那些 在昨天不斷催你 去投票的朋友 他真的會跟你說 不投泛國威 難道是益 就益了建制 我真的想跟你說 OK 投泛民 那泛民過去這一年做些什麼 不要說過去一年 你過去五年也說不出 OK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 那就是過去幾年 就是沒有了這幾個位置 所以什麼都做不到 他們 你再拉遠一點 那你過去二十年做了什麼 不要說那麼遠 不要說那麼遠 像那些人一樣 大家曾經都是同路人 在社民年時代 你太久遠那些 不要說了 我就說過去這一年 過去這一年 做那些什麼 你什麼都做不到 而是 你不是無能為你那種做 是你不能做 你這一下子 還有我們可以說到 十萬個原因 為何我們不會再投泛民跳 其實聽到我們以前的節目 都知道 無謂重複 從節目第一集 到現在 剛剛聽到的首歌 我不是說了嗎 歐樂軒和楊繼昌 主唱 一個傻子一個瘋子 一個瘋子 我也還有少少見聞 在這個補選 我星期日 投票當天 我在新界東的地方 我看到鄧家彪真的很厲害 很多街站 所有的東西 就這樣插著工聯會和文建聯的旗 只有鄧家彪一張照 搞笑的搞笑 插著范國威的旗 有范國威的旗 有范國威的旗 OK 沒問題 大家都知道 他要插著自己所屬的單位 即我是民主黨的區議員 就插著兩個頭 一個街站裡面 有范國威的旗 不知道為什麼 又有兩支是民主黨的旗 你究竟不知道 是你在幫民主黨的區議員拉票 這個情況 在2016年的新界東補選也有發生過 就是楊岳橋 是呀 我幫他拉票 快別 插著黃色的人民力量 就幫楊岳橋拉票 所以你看到泛民 我不單止看到一個街站是這樣的 范國威所有的街站都是這樣的 所以有些人也會提出 泛民根本就不斷團結 所以他今天整班泛民就走出來 鞠躬道歉 就是楊重岩的議席輸了 對呀 我覺得如果你是DQ的 劉小麗其實也應該去幫楊重岩拉票 長毛呢 沒有 不知道他去哪裡 有 長毛有去幫 范國威 劉小麗也應該去幫楊重岩 我看到新聞片段 劉小麗也應該去幫他 所以我剛才問劉小麗去哪裡 不知道 不見有 還有我終於知道 我終於知道 誰是勞工界的功能組別議員 何啟明 就是你所說的 就是我所說的 應該是大顆腦 但我左看右看 左看右看 以我這麼熟知香港政治環境人物的人 我都認不出他是誰 然後我就特地走慢一點點聽 漏口 懶音 說不正話 最後就說了 我是立法會員何啟明 這些人不開口說話 一開口就笑死 然後我老婆說 其實你也可以做 然後我說 對呀 我跟John組黨 其實我昨晚也想到一件事 真的做黨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是不是 現在這次 好了 你們 走來跟我說 喂 我們這些人 不投泛民 應該建制嘛 是不是 你走來跟我說這些話 那不如這樣說 那下次 去到有一天 不如這樣 去到有一天 如果你泛國威都走來跟我說 你不敢選 好了 那很簡單 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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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投我 你泛民支持我 就可以了 是啊 你泛民什麼都不敢說話 喂 甚至乎 我這樣說 如果我真的去到有一天 我去選 你泛民你不敢出來幫我 你回家睡覺就可以了 我們自己搞 廢話 廢話 你說一句 你支持我 你只在Facebook 你都不用說什麼 你Facebook說一句 你蘋果日報都不用登 你Facebook說一句 你給我收皮 嗯 最好又雷動 到時 到時 就在研究建制派 我肯定 又這樣說 如果到時 好了 你給我試一下 如果我真的輸了 如果我真的輸了 嗯 以後你泛民你叫我投誰 我投誰 嗯 不要亂煩了 到我死那天 嗯 就是這麼簡單 真的不用煩了 是啊 如果我們是泛民的支持者 其實真的不用煩 我恨你泛國威這種傻子 民主黨這種傻子 公民黨都會黑家人爭 人民當然不用說 喂 我恨你這些傻子就當然了 剛才你的排名是有分先後的 有分先後 是泛國威先後 泛國威第一 喂 喂 至於你說 喂 你這麼討厭泛國威那件事 喂 其實 我們上個星期都說了 嗯 我們最討厭泛國威那件事 是什麼呢 你本身三聖家勞那件事 我都不能說 不說 這些我們都不想再提 你最討厭的就是 你上個星期就跟我說 你想梁天琦支持者認同你 是 然後 什麼關注 什麼色 丑拳 對 對 你走來要我投票給你的時候 你才跟我說 嗯 你那些人真是汽笛到頂點 嗯 你真是難聽一點說 你暗記著名字 你這些行為 跟建制派的人有什麼分別 還有他說 關注這個籌權問題 其實他某程度上 這句說話是認同了 他們已經是監等 嗯 和 籌犯的權益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 怎樣去支援他們 是 是 你只是關注這個 這個籌犯的權益問題 就是你認同他的監等 就是跟李卓人說 叫大家不要再吵了 我們還有兩個位補選 就是認同劉小麗和長毛在輸 哈哈哈哈 一一樣 即是不像是B 還在司法風下 對 是司法風下 喂 我們不要漏掉他 是R仔 Q仔 剛剛看到 我讀他 他有個姿勢 三個地區直選補選中 最奇怪的候選人是陳玉娥 得票最低只有1504票 但認同小丑的陳玉娥雖然可笑 但刺小身體力行 比那些鼓吹焦土政策 和投白票的口頭勇武本土派政棍如陳雲之流 高出一皮 令人尊重 本土政棍連參選的勇氣和本錢都沒有 窮得只會 拆污租 不知道有什麼 拆爛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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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從哪裏看到租字 哈哈哈哈 我很少讀這個詞匯 中文的利質分好很多 拆爛污 加拿大人的利質分好很多 向土共和建制派獻利 一生就注定失敗 永世又活在這個共產黨的奴役之下 永不翻身也永遠抬不起頭來 泥質分好多 他跑得快 聖木仔 他們要事還有半點廉恥 應該跳崖自盡 淡貪身怕死的本土政棍 肯定不會只會繼續狗且偷生 不時狗肺 寄望不須賣淘寶 假貨 黑食和課金 他認同他們 在我們以外的人 都是要買淘寶 黑食和課金 來呀 泥質分 黑衣 我們是不能黑的 屌你老母 也可獲得中共的分杯 殘羹屌命 由廢青廢中 變成廢老屈屈而終 有了此殘生 跟你差不多 每個加拿大臉屍殘生 他人生覺得很精彩 對呀 傳銷做得很好 偷偷拐騙的東西 那支噴一噴 臉就變得漂亮 厲害 記住 你拿著加拿大護照 香港的事 你就不要再理會了 都不需要你去理會 因為我也看到 這個選舉結果出來之後 明明你四席也贏了兩席 糟糕 失望 移民 去香港徹底失望 我們上個星期還預測四席都輸了 是啊 我想說 如果你作為有粉頭 在這個補村投票的人 你會覺得這個結果很難失望 移民 因為我知道他是九西選民 啊 麗質粉 不是 我說我一個朋友 結果 移民 快點 快點 走了就不要回來了 香港的事 你都不要多口 你效忠了加拿大 你就回到加拿大 效忠你的加拿大 如果是因為 你今天應該慶祝吧 麗質粉 3月2個星期一是英聯邦日 你留言給他 他不知道 是嗎 是啊 他真的不知道 你今天應該好好慶祝 不要動氣 不要勞氣 這是加拿大人 麗質粉 麗質粉 不是 說一些膠人 第二節的正題前 我們再說一個了 喂 是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巴教 邵教津 上個星期 巴士就炒了那個車場 那個車場 發起霸洗車場 之後就搞到滿城風雨 之後邵教津就說 不滿了 狗巴炒人 邵教津就停賣狗巴的模型 因為他是巴教來的 巴教邵教津 停賣毛 是一個巴斯迷來的 我呢 就見過 譬如 那時候AKB48 那些買了成千的碟 投票都輸的那些 他們什麼 什麼 燒點 拍拔 隨便拔掉這些視頻 他說 要不可以結婚 那個 想想結婚 想想結婚 然後就拔掉 之前還有幾個都試過 有的 拔掉了這些視頻 我覺得 李兆家俊應該效法 拿完你的巴士模型 拔掉了 九巴就行了 那些新巴 城巴 或者以前中巴的模型 你自己保留它 你拿完九巴模型 拔掉它 我覺得最貴的 你才拔得大力一點 先行有以示你的不滿 拍片一點 拍片一點 還有 霸賣 霸賣的客觀結果 就是什麼呢 你省得到錢 還有 香港的玩具業 就是這樣被你拖掉了 可能 他有教說霸賣 他覺得 九巴模型真的是九巴出的 應該是 因為我想說 你的九巴模型 由他生產了那天開始 其實九巴已經收到你的錢了 九巴已經賺了你 對 他只是賣個版權給你的 你買不買 那個模型 和玩具箱有關 你和九巴的一些 傻子關係都沒有 當然 你會這樣說 以後都沒有人買 九巴的模型 以後 九巴不會再賣 把他的版權賣出去 你也可以這樣想 雖則是轉折那些 但你也可以這樣想 即是 這個情況就好像 那些什麼 阿龐一鳴 對抗地產百年 你一個人 不買樓 不買成 那他們真的 的也整個是 賺少一筆的 賺少你一個 對 賺少你一個 都對的 都對的 什麼意思 被欺凌那些 不是 是被大婆捉到的 不是 是被大婆捉到的 不是的 值得同情 因為她漂亮 那可能大婆更漂亮 不是的 大婆是大媽來的 那值得同情 我們很膚淺的 我們看的也很膚淺 不是的 我不是說 我先不說 膚淺的 但我們 正常看的 不是每次都要同一個標準 是不是 不是 剛才我們那個就是標準 我們的彈性 彈性就是 越漂亮就越 標準就越 我們的寬容度越高 美女桶你倆都可以的 也不行 不是 不是 你要很美 你那個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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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算了 算了 你要美得真的很美 OK 這樣說 我只有一個標準 總之關我什麼事 因為她寫小三 講完 小三 三年輯就是三年輯的人 小三年輯的人 是我們不理的 喂 好了 我們又說一下譚香文 不如 又是交人 對呀 好笑 等一下 讓我找個堂埔出來 因為這件事是好笑 這個堂埔在另外一個群組裡 對 這件事好笑 對 要求 荷里活廣場取消週末免費泊車 解決區內交通劑室 荷里活廣場吸引人流 暢旺提供免費泊車優惠 因而吸引大量車流 造成區內不少的交通問題 為本區居民大來嚴重不便 免費泊車優惠 吸引車輛集中於商場停車場停爬 情況於週六週日尤為嚴重 除了造成鳳德道上源街道路滯室 左室小巴站上落 甚至左室鑽石山公共交通交會處 開出的公共交通工具 造成嚴重交通問題 成為交通缺點 譚香文要求荷里活廣場 終止週六週日免費泊車優惠 從根本解決週末區內交通劑室問題 本人亦致涵運輸署 要求當局從道路規劃入手 並安排執法和門加強管理 改善有關塞車的情況 我先介紹一下 荷里活廣場的免費泊車是什麽來流 因為荷里活廣場堪稱 是我見過香港所有商場中最狂妄的一個 因為荷里活廣場 從來泊車三個小時不用錢 即是你不需要消費 不需要 但你要做一些很按鈎的事情 每個月都會定一個標題 定一個題目 即是穿紅色衫 沒錯 又或者展示一些 譬如我當過年九年 他過月就會有一個推廣 就是你身上有狗仔和狗仔有關的東西 他就給你免費泊車三個小時 當然他就說明 一輛車每天只限用一次 優惠 很簡單 其實基本上是什麽題目都好 你有電話的 那你就找一張照片 找一張照片給他看一下 然後他就跟你吸 那你就走了 那又很傻 如果你沒有 那你排到進去 他沒有那麼多 你趕快走 不是的 因為你一定能解決到 就算你解決不了 他也會幫你解決 因為你在臨走之前 他會幫你解決 你在臨走之前 你拿你的八達通去做登記 他要你騷些什麽 你騷些什麽給他看 你一定有的 而且應該這樣說 你去到荷里活廣場 你大部份都會知道這件事 所以他們一定會有 但是我又這樣說 荷里活廣場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存在 因為我從這個地理位置去考慮 全香港好像 像荷里活廣場 這樣的地理環境的商場 是真的絕無僅有的 那是什麽地理環境 方緣十里 只有他一個大商場 黃大仙那個 你要下去都遠 還有黃大仙那個也不是很大 黃大仙中心 最近的 但他不是一個很大的商場 他是一個領展的商場 是的 嚴格來說是屋邨商場 之後都要去到江湖灣 江湖灣 對 荷里活廣場 還有你想想 一般人逛街 除了街坊之外 你去逛街 你住黃大仙 你要去逛 你未必要去荷里活廣場 因為你走去荷里活廣場 其實很遠的 你走也很遠 乘車乘車乘車 如果我要乘車乘車 為什麽我不乘車乘車乘車 要去荷里活廣場 所以我就說了 荷里活廣場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荷里活廣場 是吸引一些 我覺得應該是沙田來的 沒錯 沒錯 大佬山隧道一出 還有 有時你去慈雲山 那些地方 因為附近也有大量的屋苑 但是你想想 你住在慈雲山 慈雲山也要下來 放家的人一定會下來 我覺得荷里活的好處是 他容易買票 看電影 看電影 也是 而且相對地是便宜少少的 是 所以有時我 有時有東西去做 想找出電影看 我都會去荷里活看 那時候我真的有空 我就是上班之前 開車去荷里活廣場 放下車看電影 免費拍車走 正 爽到爆 正 我記得有一次 我都有和一班人去荷里活看電影 看卡納 卡納 是突然間買票也買到的 是 七八條人去看 所以我純粹想分析給你聽 就是 爲什麽荷里活廣場 他才有資格 做一個這樣的優惠 你想想 你在海港城 你頂過三小時優惠 塞得更離譜 海港城 我想應該塞到旺角去 因為 同一個問題 擠塞的問題 鄧家彪有另一種看法 因爲斜 沒錯 因爲斜 公路出現車龍 爲什麽 爲什麽 因爲車多 他說得很好的 他說經這個運輸署了解過 因爲車多 其實不是我說的 是運輸署說的 你要罵運輸署 爲什麽罵我 但結果那些人當然罵他 是的 問題就是這樣 李譚香文說 其實如果荷里活廣場 不推行這個免費拍車 其實真的可能 未必有這麽多人去的 是找人去 是的 是找人去 因爲還有 李荷里活廣場 他真是一個大商場 嗯 他真的很多東西走在那裡 嗯 其實 又有得看電影 有東西吃 其實應有盡有 是啊 相處應該有的都有 而且地鐵站上蓋 其實他是不缺人流的 但是 如果有些人是故意開車來 那又是另一種說法 即是你說如果 即是好像我這樣 即是如果我不開車 那你說故意去鑽石山去荷里活廣場 其實我都未必會去的 是 啊 這樣又真的 是啊 因為比他大的商場 其實多的事 反正我可以搭開車的 好像你這樣說 可以搭開車的 我多搭兩個站去 去九龍灣 對了 就是我平時 就算我跟兒子去逛街 我都去Megabox 我都不會去荷里活廣場 是啊 Megabox是多東西看 是啊 再大一點 起碼有一間儀嘉嘉師 是啊 儀嘉嘉師的東西才抹得下手 現在的年頭很辛苦 所以你說他一定要找些優惠 去吸引人流過去 所以三個小時免法拍車很正常 這樣做就很嚴重 而且有些事情就是這樣 你 在這個 一不說選舉 沒有人留言 在交通擠塞 不要緊 不要緊 說了兩個小時 其實不是 最初 聽到 留言多 和人多 是我們說黃毓民 哈哈 我準確是 因為問大家有沒有投票 那些人留言 也與黃毓民無關 因為聽證嘛 而且我覺得這個態度正確 以沒有投票為榮 我覺得這個態度正確 好 我們繼續說 譚香文 譬如你說譚香文 你要解決規律擠塞的問題 好像你之後說的那句話 跟路政署反映 譬如改善一些道路的規劃 紅綠燈的分佈 譬如此類的 這些我真是很理解 這些我真是很理解 但是你要求鑽石山取消 這個泊車優惠 其實你不是在取消他的泊車優惠 你以為你在取消鑽石山的泊車優惠 廣場河里活廣場的泊車優惠 你正在取消我的泊車優惠 就好像我們的朋友也有這樣說 那你不如叫我星期六日不去街 解決人多問題 解決交通擠塞問題 你不出街就行 你那個人是我的 你的朋友 不是隊長嗎 不是的 他叫他不要開車出街 對喔 Billy就說不要出街 沒有個混字 我當然 但是他這個圖也很好笑 他在荷里活廣場找來找去 這個是海底隧道來的 是呀 好可愛 很搞笑 你搞大樓山隧道 這是海底隧道來的 這個圖是他做的 不是的 不是的 他還特地站在荷里活廣場上去 是呀 還在上去的 不是的 他找不到那條車籠 他拍不到 他拍不到 其實呢 以我經過荷里活廣場 通常都是踢球 其實你說影不影響 我又覺得還沒影響到 有的 偶爾也會看到有車在等 是的 但是呢 沒有去到譚香文說 去到動不了 是 因為另外那個 有時候會出現一個 情況就是什麼呢 譬如你在農場道 你進去的時候 因為你可以轉進去 鑽石山 黃大仙 譬如去慈雲山 或者走大樓山去沙田 或者你想繞進去新蒲江 你都可以去鑽石山 如果那裡有太長的車籠 在等著停車場 是真的會擠塞的 是真的會擠塞的 但是 我就這樣說 譬如你 就住你當區的居民這樣說 嗯 你說 是不是真的影響到去的 你覺得 哦 因為其實很簡單 你那裡 哦 擠塞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多人等停車場 那就 不可以 令人不等著停車場 嗯 那不如拆了商場去吧 是啊 是啊 其實就是這樣 為什麼你們會覺得 我又這樣說 如果 你說因為 鑽石山廣場 沒有停車場 優惠 人流減少 商場人流減少 生意下跌 鋪頭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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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也舉了一個例子 聲韓名居另外一宗經典的投訴 是 聲韓名居另外一宗經典的投訴 是 我們幾年前的節目都有同 是啊 就在浦江村 那裡有電腦場 就是因為 聲韓名居的居民 這樣就投訴 其實不知道是不是 聲韓名居的居民投訴 是譚香文 因為當區區議員 是 所以就投訴說 燈太光 是 撐著聲韓名居的居民 是 所以就把燈較暗 是 以及關掉上面的牌 是 是 還有將最後一節的時間 移走一粒 是 是 是 何理會廣場的燈箱 都未撐到他們 球場的燈光就撐眼 撐眼 你們踢球而已 撐著我睡覺 遠到這樣 遠到浦江村 不是 其實是很近的 是很近的 其實是很近的 是 但是 荷里活下面的牌 是近很多 哈哈 但是牌 影響我們的樓價 真的 你不說 幻彩永香港那些 幻彩永香港最實生看不到 所以有時候就是這樣 你看 地區工作 實事 你說到最後就是自私 是吧 有時候 我也覺得是的 有時候的區議員 我覺得是很難做的 很難做 很難做 難做的地方就是什麼 就像來譚香文那些人 那樣 我先不當你是住系 譚香文真的接到很多居民的投訴 天天天 每個星期六天 都這麼多車子 頂著這條路 糟糕 我想坐車回家 即是有專事兆巴 那條路 我坐兆巴回家 糟糕 三個字都回不了 可能真的會有這樣的投訴 但是你要去解決那個方法 你不是去針對那個商場 你取消一個優惠 你為何要一群豬蟹免費泊車 塞車 那條路塞車 那條路塞車 是道路的問題 因為其實你自己也會說 其實那裡只有一條線 兩條線 都是窄 明明你之後那段你也會說 這是道路規劃的問題 那你就從道路規劃的方向去解決問題 而且最根本的問題就是 香港人越來越多 人越來越多 自然車會越來越多 對 為什麼人越來越多 就是單純正問題 你應該正視這件事 你回到鄧家彪說 上水滋生的問題是因為什麼 車太多 對的 對的 還有 香港市面上有流通一批車 雙黃線停車也不用抄牌 逆線行車也沒有事 有沒有事 我不知道 至少有人拍到 有這些事情出現 就是這樣 怎麼會不失 如果是這樣 奉勸張君澳的居民 在樓下商場那些 因為我發覺 在星期六日的 張君澳商場 很多人 我覺得他們都應該 向當區區議員投訴一下 關注 吃東西要排隊 排半小時 排一小時 如果我在張君澳住 我星期六一定不會下樓下吃東西 如果像張君澳Portcoin的區議員 他們應該這樣說 要求Portcoin的食肆加價 非本地居民加價 非本地居民加價 張君澳獨立 至少你就不會阻礙到 當區的居民生活 這樣 沒有 其實這樣跟譚英文 其實不合邏輯 因為你說出來也很討厭 是啊 他自己不覺得 我這樣說我也覺得低能 其實根本區議員 我不知道他多不多工作 就是找一些解決 他任內 我們說過了 他任內解決不了 他任內解決不了問題 他寄予方角山做好地區工作 不能做好一點的 就算你能夠做好一點的地區工作 這些都是沒有人用的 因為香港整個規劃失衡了 錯了 你說人多 其實之前也有一個新聞說 現在又爆發流感 又來了 又來了 又是流感高峰期 衛生署的陳少子醫生 叫大家接種疫苗 又接種疫苗 其實一年內 有多少個月是流感高峰期呢 以我這樣看 全年都應該是 12個月 其實唯一的解釋就是人太多 所以病毒流行得這麼快 是 因為其實你到處都是人 很難看到一個地方是沒有人的 可能是坦門 還有譬如人流多的地方 黃國那樣 怎麼能夠全面部這麼多自由行 這麼多水貨殘 你屯門也是 上水大埔那些 沙田那些 這麼多地方 充斥著一些外來的流動人口 你怎麼可以好好地控制到疫情呢 譬如好像之前 我們都沒有說過這件事情 不是開了一個什麼 邊境購物城嗎 是的 沒有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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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在錦田還是新田 新田 邊境購物城沒有人去 其實 根本就不是近不近的問題 不是近不近的問題 你叫屈臣市進去開 你叫萬寧莎莎進去開 你放一個海味店在那裡 豈不是 神經病 那些中國人來香港 我當他去旺角買海味店 他都會擔心被人騙 你覺得你在那裡 你放一間海味店 你找些人買嗎 神經病 你就拿來搞 你那裡 你那裡 你叫 很簡單 一個運機 屈臣市萬寧莎莎 在那裡 每人開一間 搞定 然後 你再 你再離譜 你不就 小的地方 你不就 那些什麼 小小的地方 你不就讓他開 馬上清淨了 應該放一個外套 馬沙外套 那裡開外套 東涌外套就不放過你了 不要貂皮奇那兩樣 對啦 SB不要在那裡開 日本也有外套 不是的 因為現在 我記得我上次去東涌 我對上次都很上瓦 我現在全部都是自由行 其實你去Outlet 都應該是遊客 對 所以我認為 如果突然是一個 你想想 東涌 東涌 東涌也有這麼多人 你想想 如果你把那些東西搬去新田 東涌這個汁很硬 其實以地理位置來講 新田是比較好 是比較適合的 但是 假設你在東涌開 其實他們為什麼會選擇那裡開Outlet 近機場 當日租便宜 近機場也是 日本也是Outlet 通常都是機場 因為方便你 可能你登機還有2個小時 高速反對跟後來買的 可以拿去買的 買的 那如果 你坐那條機貼都被賢獻給他 其實你看大阪、東京 所有Outlet 都是在機場前一個站 通常都是 但以地理來說 交通來說 其實它應該於新田 因為近鐵路 自由行也是鐵路 而且我想解决我们市区里的人流问题 很难 我们的建议是否比谭香文高很多 高很多 但我们要三个人在不同区才可以 你想管制好人群民潮是什么 你在旺角任何食肆、商套去买东西 他只做了持有香港身份证的生意 新议员 你是沙田区区议员 旺角没关你事 那我去回沙田区 新议员 你是沙田广福邨区议员 第一成不是你的 广福邨有没有想像 如果大家都抱着谭香文的心态去做事 那就真的解决了人流问题 你最少解决了流感的问题 那起码没那么难搞 哎呀 真是神经病 另外我们再说一些 你想先说这个还是这个 我没所谓 你先说这个吧 都是近自己的 话说这个法庭 最近不断有很多的法庭新闻 之前暴动罪 梁天琪和他那几个朋友的暴动罪的 不 没有说朋友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朋友 暴动罪的审理 里面有一些 又有 又有人在里面拍照 是的 不停地拍照 有人在里面拍照 但是法官又一句说 他应该没心的 就算了 嗯 但是与此同时 有个婆婆 就在这个法庭 戴了一个叫光复香港的颈巾 颈巾 颈巾上面印了四个字 其实也不是很大 其实他不说 我就不觉得 那么法官就裁定他这个藐视法庭 是 因为法庭里面的规定 不能展示标语 但是我又想公道点看这四个字 你又真的很难怪法官理解到这四个字是标语的 其实我觉得没问题 你罚他没问题 你现在是双重标准 你罚他没问题 你罚他没问题 你罚这个婆婆没问题 你罚他在里面拍照 因为同一个法官 就是同一个法官 即是同一个法官 他的理解是 中国游客在法庭里面拍照 这些应该都是无心之失的 你想想是游客 就是因为游客才是无心之失 游客去法院 如果你是香港人有法治常识 你就不会在那里拍照 哦 那就是中国人没有法治常识 是的 没问题 法官你说得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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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与此同时 有一个香港人 他在法庭里面 带着光复香港四个字的颈根 你就将它上升为一个 展示标语的程度 然后将它检控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件事实际是太无稽了 因为你就是看到 这件事就是 你的法官所辞 其实他的不是叫双重标准 一个标准是什么 针对你香港人 针对你香港人 所以梁天琦这些死定了 他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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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法官叫什么名字 他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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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觉得 那好了 那当然 我就这样说 他死定了 我已经有机会惹上官非 但我骂得你对不对 我就是这样说 是不是真的死定了 骂得对的 但判决也是这样 还有拖河 他会拘捕我坐牢 拉你去坐这个什么 人权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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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我没有说是谁 我只是说法官瘋了 我只是说法官瘋了 我只是说美国的那个 李老美 神经病 我就是说你 叫什么名字 找到什么 还没找到 还没找到 不正确的 这件事很奇怪 有时候何必呢 另外一宗何必呢 那个法官就是什么呢 就是审你这个 曾荫权 嗯 其实曾荫权的这件事 我记得上次判到 就是终止了聆讯的了 嗯 就是不再审了 OK了 这件事从此就close了 因为中间有太多的问题 嗯 我记得他应该是这样说 比如说 比如说曾荫权不合作 嗯 没有很好和警方合作之类 就表示这个灵状的中置了 但是呢 控方呢 我第一个单单新闻 只是说法官 法官 法官 不敢开名 不敢开名 怕你说他 是吗 为我好 怕你说他 那 控方想向法庭申请追踪 曾荫权双方的重费 嗯 那么呢 这个 那其实呢 很简单 这件事 你想追踪到重费 那你的理据是什么 你控方的理据是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这条数 应该要入增量元素 不应该大家摊分 因为明明是你告我 那现在你告我 彭保琴 彭保琴 救官你老母 混蛋了 就是这样惹上官非 人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阿婆你放心 你并不孤单 我陪你 我说回曾荫权双方 最好笑的是 这个法官有提到 这件事是追踪重费的判词 我想说是 是追踪重费的判词 跟他审案的内容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好了 他就提到一件事 他就说 前律政司长黄仁龙 前财政司长 或者前特首候选人曾振华 也有份去盗庭旁听 他说这个情况 途杰那些也有 是的 途杰那些也有 这个情况就有余 那些黑衣人 盗庭听審 意图恐吓陪審团一样 因为我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震撼 我真的觉得很震撼 哇 一眼之间 你就把黄仁龙和曾俊华 打成黑社会 黑社会 现在你说他们到堂轻心的行为 等同黑社会 我觉得很震撼 而且他有说 好像安排这个公关公司 他说是公关公司安排的 邀请他们来旁听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曾经思考过公关的这个问题 即是怎样呢 公关 譬如以前冯伟刚也做了这件事 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 譬如我找一间公关公司 你帮我安排吧 几个旁听吧 找个安排几个旁听吧 你帮我打给人仔 你帮我打给阿仁 你帮我打给阿仁 你说李卓仁 你帮我打给小龙 你帮我打给小龙 你帮我打给龙仔 他打给色小龙 然后你帮我打给阿仁 帮我打给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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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这么搞笑 因为我想说 其实我也相信 公关安排这件事 是会的 你问我 我是觉得是会的 而他以图去用这一个情况 去帮一些信息给陪审团 我都觉得这件事是会的 我都觉得这件事是会的 鬼叫他贞任权 你没办法的 你没办法的 所有达官贵人 如果是真的都野官非 都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是的 你达官贵人 写求情信 你都会找一些达官贵人 没错 没错 难道我写给你什么求情信 所有求情信 陪审团都会看到的 对 对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件事就是这样 旁听就不行 当然了 如果你说黑社会 你之前可能这个法官遇过 可能会有些人凶神恶杀 坐在旁听席那里 背着陪审团 意图去威吓他们 我也相信会有这些情况 有 那这是一件事 你没可能将这一种做法 同样地的这种做法 将一概视之为 这个就是黑社会的做法 哇 因为这个指控大到是 你想想 黄仁龙 前律政司司长 曾俊华 曾俊华 文主师傅 你现在被法官兜口 兜面子兜着他 你这些人和黑社会有什么分别 哇 而且黄仁龙是前律政司司长 不是啊 正司司长 哇 这口气 跟你说我是黄仁一样 这口气 大佬 所以我真的觉得 那些法官是 最近的法官好像真的 瘋子瘋 对啊 为什么会瘋到这样的呢 中了流感 而且我经常觉得这样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 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 其实整个案件 整个案件 整个案件 就像曾荫权这件案 都好 梁天琦这件案 都好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 这件案根本就是不用審 你已经有了结论了 嗯 你只不过就是说 你在 你在一些旁之末折那里 就着你这个主观的经验 心里面的判决 你落定一个注脚而已 嗯 曾荫权 曾荫权当然是有罪 嗯 但是我要怎样 写到曾荫权是有罪呢 嗯 所以他才可以拿回唐费呢 嗯 啊 他的旁听那些 那样 一个二个都是黑社会 你意图威吓陪审团 嗯 在于我来说曾荫权当然是有罪啦 也是的 真的 但是最好笑就是 那些黄蝎 如果是梁振英 你以为有没有人听審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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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这么说 这些论点呢 跟我们第一节讲 黄毓民的案件一样 是啊 一样 黄毓民输你们的心梁 这次看到姚冲严 你又来怪我们 你又怪黄毓民 你不觉得这件事很搞笑的吗 是啊 真的黄毓民 其实我也有听过 帮曾荫权辩护 有些黄尸帮曾荫权辩护 就是他们 啊 接着之后 我也有问过他们 因为面对面的说 啊 那你觉得其实曾荫权没有罪呢 那起码好过六八九啦 就是又是这个世界的人 好过六八九就是好人了 是啊 是啊 他们是杀人犯啊 但是这个杀了两个 是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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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歡都是R.I.P 林國雲就來放出來了 林國雲就來放出來了 大家小心點 瘋狂 我也是這樣說 我看到就像你剛才說 有很多人為曾蔭權 這次的一件事去作出一些理解 就是 搞錯了 法官 你換了那個是梁振英 你會不會這樣說 我又會這樣覺得 因為這句話你應該問自己 你想想 如果 被人在審的是梁振英 被人在審的是梁振英 而 到聽審的 會有什麼人呢 如果有曾俊華怎麼辦 曾俊華曾經也是他下屬 如果PR真的有公關公司 真的安排曾俊華去聽審 但你記住 你曾經支持過曾俊華 黃絲 因為我又變相 我又會這樣理解 我猜 因為這次的法官 因為這次的回應是有曾俊華份的 因為 對於法官的指控 黃仁龍和曾俊華都要發出一個聲明 就去否定他 即是說是朋友 因為是朋友 如果因為你換著梁振英 這樣說 例如林鄭月娥你聽審 你們一定會吵 馮偉江你聽審 你們也吵 就算那個是劉夢雄 雖然搞笑 這個畫面是搞笑的 但你們也吵 那些什麼張志光 那些 所以我想說 根本 是不是法官指控 指控 他們是黑社會 根本你們所說的 就不是這個點 你們所說的 只不過是 受審的曾蔭權 而現在這個香港地裏 有一個陷子比曾俊華更壞 那個叫做梁振英 因為我很討厭梁振英 所以我必須支持曾俊華 支持曾俊華 其實就是這樣 跟支持曾俊華一樣 因為林鄭月娥很壞 是啊 所以說到尾 那種心態 要站邊都很簡單的想法 總之不是這邊 就一定是站這邊 沒有討論空間 是啊 會中間派 是啊 你不支持梁振英 就一定是益了建制派 你不支持姚重嚴 就是益了建制派 你看看 真的益了 那梁振英贏了 終於是你應了建制派 要重嚴輸了 沒有中間 你不支持呂禮堯 就支持教練 是啊 好像香港成為一個是非題 因為同樣 不是multiple choice 因為這個情況 我就是這樣說 香港人 和中國人 真是同出一切 是啊 你看什麼呢 你看看習近平的日子 兩會 關於這個 修憲 我們上個星期說的 修憲 包括 就是 國家主席 不得連任超過兩屆的 這句說話 生走 但是什麼 港人治 高度自治 有沒有生走 我就不記得了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 我沒有修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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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記得還有一句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以共產黨為核心 以共產黨為核心 而習近平也將會成為共產黨永遠的主席 那就是搞笑 共產黨應該要貫徹習近平思想去管治 然後習近平就是可以不斷連任 可以 但是他敢這樣做就不知了 神經病 他不會這樣做 他死定了 我們說說投票 投票贊成 就是兩會裡的投票贊成 2958票 反對兩票 棄權三票 又一張無效票 有些分析員就估計 兩票反對是誰 大家都很有興趣 大家很有興趣 很多分析員都覺得 這樣也有得分析 有些對中共 二線三線票 這個人 對中共比較研究的人 不是我 我只是看別人 那兩票就是習近平和王岐山 對 一票也沒有 實在太明顯了 對 我自己投 那三票反對戲權呢 不知道 三票氣權就不知 這個就不知 對 他沒有說 其實那一票棄權才是習近平,會不會呢? 沒有考票啊 那個才是習近平,會不會呢? 真的我不知道啊 簡單來說,就是習近平登基成功了 終於可以有機會做永遠的皇帝 有機會啦 你想來想去 因為我是聽黃宗文的節目 因為我聽黃宗文的節目 因為我想證實一下他有沒有叫過人被投... 就是全部被射進海 我聽到他只是針對范國威那區叫人射進海 因為他就不會討伐范國威那些人 他有說過一句話 開口埋口叫皇帝 有句話叫什麼 糟了,講完不記得 那些信口療呢 信口流那些...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搜尋的 哈哈哈 那不要緊 你來講說你這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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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說你看到這個所謂的投票結果 嗯... 2,958票贊成 2票反对,3票棋权,1票无效 的这个结果 我觉得 其实你看完这个结果的时候 多过谢慧全 故意的,你似乎多过习近平 你作为一个小圈子选举,你多票过我 少过任两圈 那你的圈不是很大? 但是任两圈那个不是小圈子选举 哦,大拘来的 是啊 那你说 在这件事里面 同一口径 这些反对结果 我才能说根本等同于没有人反对 这个结果 习近平很高兴 但是同样 如果你们泛民 你对到今时今日都抱着同一个想法 你不支持我就等于抑制了建制派 好了,那就是说 我不想抑制了建制派 我就必须要投票给你 原来我没得选择的 我没得选择的 我不能够作出第三个选择 你看到很简单的 因为你两会这样的情况 你够不够担任第二个选择 不够担 事实上是 大家心知肚明 为什么可能有2958票 那里有99% 我认为99.5% 我觉得差不多是 赞成票 为什么呢 你就是不敢反对 去到有一天 你想想 你的泛民 你继续这样搞定 你去到有一天 你令到下面 所有你跟从你 支持你的人 你都抱着同一个想法 是啊 我不支持你 就是抑论了他 还有 我不敢不支持你 我不支持你 你输了 那怎么办 是啊 其实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 他不考虑你的地区工作 他不考虑你过去的工作能力 他不考虑你的政治取态 他不考虑你对一些议案的看法 全群人都不支持派遣 大家完全不考虑这件事 只是想着一件事 不支持你等于支持建制派 我不想做建制派 我就唯有一个支持你 的时候 射入海那些什么 射入海那些就是 都是英国建制派 不断去运动这种想法的时候 你只会养了一群什么人 就是两会这样的人 嗯 就是跟88岁的婆婆一样 是啊 姑娘叫我头 不就是头 林冀叫我头 Henry叫我头 我就头 Henry没叫你头 Henry也叫你头发票 不就是叫他叫我头 但是你能不能说出来的原因 我们能说出来 说了五年 就是这样的意思 很恐怖啊 但是这一件事 2,958票 习近平清帝 有很多拆鞋子就说了 这件事 其实是可以统一管治 那又不会太多万骂 为了去争取这个选票 很多万骂 很多政策都贯不到 那他们就这样去方向解释 不论是《环球时报》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 和《香港的拆鞋子》 都是这样的 就好像我们之前的说法 这种做法 有好又不好 因为 我也是要说回王忠文的故事 我记得他那时候说的 又是说国共内战的故事 又说了其中一个 《开口埋口叫皇帝》 这些就是 就是 就是华国锋的年代 就是专门说的 《开口埋口叫皇帝》 这些 《开口埋口叫皇帝》 什么 你不知巴勒荣华富贵 那些 那些 用来潤沟他 那些 狗奴才的人 那你变成 糟了 我忘记了 对了 譬如你习近平 好了 你现在 从此称帝 但是我不相信 大家都会服你的 你一定会出现不服你的时候 但是 好了 到了一些人 我很不服你 但我又推翻不了你 因为你是皇帝 我很不服你 我可以做些什么 暗杀他 对了 暗杀他 对了 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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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变成了 他要是收皮 不敢搞 他一搞就会很严重 是啊 就是我们之前 上个星期都说了 对了 推翻一个人 是容易推翻一个制度 对了 现在 简单 所有不妥共产党的人 矛头就指向一件事 就是你习近平 嗯 我用千方百镜 我打扰你下来就行了 法轮功啊 第一个 不知道 靠灵堂 对了 担担灵堂 担担灵堂 想想其他方法 嗯 而且他身边 你以为有这么多狗贼是好事吗 我觉得现在他习近平 就是所谓的青帝 其实我觉得会激快了 他往后 就是他追求连任 就是往后 会令到他党内的斗争会更加激烈 是 从而是会 我们很乐见 是 他党会分崩离式 可能会演变成内战 什么都可以 就是我们良好愿望就是这样 就是靠由夏宜上去 如何推翻皇帝 其实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是很难的 因为中国人路上太重了 他就跟踪了 那当然不会有平民百姓 就是你不会走出朱元璋 这个年代 《纽约时报》有引述 取消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度 就是没有造就习近平 而是造就了示威者 就是散畏者 是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对于我们教育下一代共产党有多可惡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没错 就是我们可以跟过去中国五千年历史里面 可以说帝制的可怕 这个大家都知道 如果不是 你不会推翻本清皇朝 是吧 各国内战都不会发生 今天之前的共产党 中国历史里面 不会有这么多朝代 是的 都是皇帝这个制度类似 这个历史很容易教 但是去到今天 如果我们在过去的日子 我们要跟他说共产党有多不好 其实某程度是难的 嗯 因为他真是表面上表面风光的 嗯 是吧 你要去去告诉别人 喂 我那个日子多爽 我那个日子 我差不多两三个小时 对着我爸爸 我就是把这件事 我从头到尾锁一次给他听 你播一次我们的节目就行了 有什么很难 太多粗口他听不下去 我由习近平说想做皇帝 去到说中国整个经济结构 随时崩溃 我说一遍给他听 因为我问他 我说 喂 习近平 我把修宪这件事说给他听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指标 我跟我爸爸说 你是这么拥护共产党了 你知不知道习近平将来会做皇帝 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刚刚他正在进行两会 然后就解释给他听 我说是吗 我不知道 你这些人 你开口埋口说爱国 对吧 我这些你又说我反中乱说 你这些人说我反中乱说 国家发生什么事 你不知道 你跟我说 你老爸有资格做皇尸 但他不会占中 扭一扭他 就做皇尸 我就是这样说,我对着我爸爸,我对着你这些人,你不能够这么不负责任 然后我说,美国说要收你钢铁关税,钢材的关税,你们中国在那里 没有啊,只有香港吵了 因为美国已经收得很厉害,中国的钢材已经卖到其他地方 很多是卖到香港,开了一间公司在香港住餐,香港卖到美国 所以中国就很少做,但是香港就做得很厉害 是吗?我误导了我的老头 不要紧,也是对的 我就直接跟他说一件事,然后我就把整个经济体系 我由社会主义,其实你回想一下 社会主义,仆街周围在炒股票 你只是这一点,你都笑嘎嘎嘎嘎嘎 他会跟你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所以他现在就跟你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是在中间里面,有多少所谓的上市公司 全部都是这样的 上市月文,有一个链蛇 全部跌倒了股票 上市的时候大家... 链蛇不是中国的 链蛇是中国的 链蛇是Racer 是啊,链蛇是中国的 一上市,大家很开心 上市,收了你的钱,股票就跌倒了股票 一个月文 这些例子,去到之后 你还跟我说创新科技? 创新科技是对的 他跟你说支付宝最方便 全中国人都不用带钱出街 几个人,当然啦 一人问是假的 他不得你这样做 他就只是给你马云做 你多个人做都不行 多个人就有竞争,一有竞争 就会有其中一个仆街 他会有其中一个仆街 他会有其中一个仆街 是不是很容易理解 是新加坡公司来的? 大概是香港上市 但是我就是说 这些是一上市之后 价格就跌了 就上回 这些股票是炒不起的 是这个原因 然后你跟我说 由中国能源产量过剩 整个经济体系 整个经济体系 有这么危危附 随时崩溃 然后他还跟你说 今天他还跟你说创新科技 创新科技 我说你整个经济 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你已经顺服到这帮中国人 我说什么 你们就信什么 这个是最危险的 因为 一直以来 在过去这十几年里 你能够给中国人的一个希望 就是什么? 保佩 嗯 虽然去年好像是保不了 6点多 今年也是6点多 都是作出来的 但是 你就是被人看到 作得不敢死这么大 你被人看到 起码是 加 是不是? 起码是增长 嗯 其实这些又有得说 你这些生产总值 其实中国的生产总值 很大程度上 都是来自基建的 我就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正在用的碗 做得到在中国 是吗 是吗 接下来 可能 做得到在泰国 越南 印度 嗯 从以前 你想想 从以前 我数到很远 我们以前买一个圣斗士玩具 160元 做得到哪里 做得到 做得到 然后在我家楼下的玩具店 买45元 做得到 做得到 到今时今日 你买的圣斗士 300元 做得到 你说起模型 这些东西 其实 我们以前小时候 一定是买双星的四肢车 双鑽 是不是 差事 假事 现在玩具反复成有双鑽 对了 拿正牌 他现在双鑽 他偷了你的武器 偷了你的技术 所以 对的 日本人 我觉得他最想本事就是这样 高达是正装生产 没错 你在日本卖到的所有玩具 你只有高达模型 或者是Bandai出的模型 是100% 日本人 你卖得最放心就是这样 其他东西都是Made in China 很厉害 Bandai 其实很厉害 是 是 是 很厉害的 很难砌 还有 我见过人家砌龙神号 有尾巴 尾巴 尾巴 刀 可以插穿法宝膠盒 是 不漂亮 不漂亮 要自己磨 要自己收拾一些位置 你整个家 摸下去 手是不辣 是便宜些 便宜很多 相比起 就算是正版的副厂模型 都是便宜些 是 之如此類 所以有时也是 你去到今时今日 你说 我要数照你建制派 我要数照你共产党 我要数照你泛民 一个星期两个钟 哪里足够 我要说 庆祝眼输 但是 偏偏在这个时候 当你们任何乱乱了屎 你们任何乱乱了屎 你们乱乱了街 乱乱了街 乱什么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永远就是乱我 乱我 好像我们这些人 你就是乱我们 我们已经不想你了 就是了 我 已经没出声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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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 不是啊 不是啊 而是 喂 你承认吧 我们是敌人来的 你不要 你真的不要想着 再来的日子 你真的不要再想着 就说 什么啊 你希望我得到本土派的认同 简单来说 敌人也未必算 我们不是同路人 我们正在走第二条路 当然了 我们已经失去了黄丝的资格 对啊 就是我们会见到你 我会跟你说 say hi 就是我见到共产党 我不会跟他说话 我见到你 我都会跟他说话 但是你不要叫我们 怎样帮你 大家的理念是不同的 是 你不要再跟我说 焦土你有资格吗 说焦土 姚从严一人就焦土了 他一个人没了两职啊 是啊 哈哈 什么是一个人没了两职啊 BQ做一个人就选 就是两职啊 他真是焦土了 明明你应该去选公能组 你又不去 你又去选狗世 你真是拿来搞 你努力 未来保选啊 还有两个啊 还有两个位啊 就好了 像李祥说的 还有两职啊 保选 话说在前头 未来这个讨论又来的了 又来 就是 反不反DQ嘛 先说明了 我想来想去 我始终也是那两个 六个被DQ的议员里面 有一个是抵死的 那个就是刘小禮 嗯 那个是刘小禮 他们不自己认的 因为另外那五个 他们在宣誓里面 你当他玩东西也好 加什么什么都好 他都叫做 带到他们的理念 带到他们的原则出来 你刘小禮 拖慢来说 你一样东西都说不到 不够 除了真的浪费大家时间之外 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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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你什么事 你都没投契 你这些支持者更加应该要 监督住你 所投给他票的议员 你这个选民的责任 不是我投完票 算的 不是怎样 不是怎样 长毛 万必 黄阳答 黄一文 全部都是 大救 大救 梁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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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了 忘记了 也是 不是 我们一路走来 始终而一 始终而一 基哥 做人最重要的 就是了 我们还是支持基哥 哈哈哈 基哥 九世还有机会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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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重业务再选 喂 不是啊 还敢选 欠崩头 你想想 如果 你再选 你再选 那究竟应该是刘小禮再选 还是他再选 我问你了 刘小禮要选的话 这次出来选 对啊 这次不是他的位子 不是他的位子嘛 下次一定是刘小禮选 新东一定是长毛 我都未必 如果刘小禮下次要选的话 他这次一定会刘小禮 他刘小禮也不刘小禮 我告诉你 他肯定是坐定粒 他以为姚从严人在想 他以为姚从严人在想到时候 我出来选的时候 我出来站同就可以了 因为他自己都知道 自己黑格认真 他知道的吗 我相信他知道的 我相信他不知道 我相信他不知道 我相信他知道的 我都觉得他未必知道 如果不是朱凯迪 他不会觉得自己的选择策略真是成功 哈哈哈哈 又拼不住了 原来 将来香港人自作自首 我老爸 先说清楚 什么自作自首 陈永迅赢了 我要自作自首 我现在正在自作自首 但是我们也能够苦衷作乐 尽量用工作去麻醉一下自己 这个礼拜我也很忙 刚刚我又继续了 这个老顺 以前说的 中国人是很容易变成奴隶的 而且做了奴隶 还要万分欢喜 是的 跟港猪一样 被人在奴役中 是的 我们要再加一句 香港人亦是 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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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在奴役中 依然都继续 最快乐的港猪 你看那些狗巴司机 你就知道 哈哈哈哈 我有听众的 是的 有司机听众的 是的 那就对了 哇 是的 过几钟了 好了 今集就这么多了 好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